请看下面第七段 学到当明星 我们修学佛道要注意明了当下这一面星 无朽 就是八人里面为首的一个 无朽为一个朋友来问一个什么呢 问能得多少寿命寿命几何 一般人问是 都摆脱不了这些 我能活多长时间哪 我的身体怎么样啊 我能不能生有不由几个儿子啊 我的孙子能不能考上大学呀 大部分都这些事 离不开这些人天福报的范围 无朽那个朋友托无朽问 还是望我能活多长时间 菩萨就说 人的生命就像早晨的露水 是虚假的 是福饭不定的 生命是无常的 而且都是梦中的事情 幻化的事情 这就当下直接开始 你们为什么老是在这些没有意思的梦幻里面去问呢 都在梦里面 为什么要事先知道你有多少寿命呢 长寿 短寿都不是在做一个梦吗 你在长寿 也就像早上的露水很快就没有了 就指点他 你应该要问真实有价值的东西 说了这个祭子就开始他 你先不要为他问寿命的日期 到辣夜三十日 管取手忙脚乱在 辣夜三十日 原来修行的俗语 辣夜三十 一年的最后一天 代表他一生的灵命忠实 灵命忠实 没有为这个死亡做准备 马上要走向未知的下一世 可就不是惊慌失措吗 手忙脚乱吗 辣夜三十代表灵命忠实 常常古得看世人命无常 会警醒我们已经到了辣夜二十五了 没有几天了 在座的诸位 我们在辣夜二十五的时候怎么办 转眼就到了辣夜三十 但是这句话是个双关语 一方面叫他不要问 辣夜三十管取他手忙脚乱在 说明他不休息一定要轮回的 但是这个朋友果然就在第二年的辣月三十日 那一天走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